好久没来开房了 好久没来拉斯维达斯了 今天过来司机会 有一个同科学买我们的房子 拉斯维达如果说是卖的话 就交很多capit金 繁税的税 所以我们开始会有同事 做一个合法 制换就是11031 制换就是你买 你卖了一个房子 然后你再买一个同样价格 或是买个更高价格的 这样就暂时给我们交 这么做的税 但最好的被卖了 是不交次账的 换一个的话暂时就不用说 不用叫叫叫社会严税吧 这都是平成的 我老婆说买来的话 如果说这个我们可以偶尔过来住一住 这个是大门进来了 现在如果说买房子肯定是不合适 因为下个月还要加息50个点 如果说做置换的话 你卖一套买一套的话 就没有什么损失了 先看车库 很难得的选看车库 这个是三个位置的车库 这个是主人房的洗衣间 这是主人房 哇 这个床好大 这是厨房 他们的厨房好像都不做饭的 很干净 后院 后院蛮大的 但是客厅跟厨房不是很open的 所以我不擅心喜欢那个呼吸 这个1031不是说不浇水 只是说盐水 就是延期交税 就是说你卖了一套100万的房子 你可以买一套100万以上的房子 这个就不用交税 但是如果说你最终这个房子你卖了 你不再买房子 不再投资房产的 然后你这个就要交税 但在一定的规定期限内 你如果继续再投资房产的话 就暂时不用交税 在美国一般你不想被扒一层皮的话 一般的你的投资房的话 你都卖了 你都会马上去另外再买一套 这个社区还不错的 这条街基本上都是平成的 都是大平成的 就是一层楼的 我老婆很喜欢一层楼的 另外解释一下 这个1031延税 你不但在本周之内可以 你就是在外周也可以 就是说你在全美国范围里都可以的 比如说你在加州卖了一套房子 然后你想在内华达州 就像我们在拉松要是买的话也是可以的 他这个就说是只要是在美国境内都可以的 就一种严税的方法吧 最重要还是要交的 但是说你暂时的话 你买一套 你卖一套 买一套 暂时就不用交税 就可以把这个税严税下来 然后这个1031制换 它只是使用于投资房的 不使用于制住房的 制住房其实你买两年了 就可以一个人可以免税的额度有二十五万 两个人免税的额度有五十万 这些税丝度是没办法 这些税丝度是没办法 这些税丝度是有点灵略的 你们不想购买吗 这些税丝度是有点灵略的 一切的税丝度是没办法 这些税丝度是有点灵略的 这是入口 这些税丝度是蛮严税的 这是入口 出入口 这些税丝度是有二款 这些税丝度的 这些税丝度是有两款的 你还要在你的房子 卖完进入安市场的时候 I'm not surprised it's wrong I'm just saying they're hard to find That's like the sweet spot for Yeah, between 9 and 2 Yeah 1.3 years Yeah Be選 Be選 6個月之內 180天之內 找到的房源 這是我們今天要看到第二條房子 由於我們從加州過來 今天路上有點塞車 到晚了 所以 這個時間晚了 這個經濟不在 看看有沒有鎖 如果沒有的話就要重新預約 它有開鎖的 還可以 那可以進去看一下 進來了 這個房子 因為它顏色都深的 看起來有點暗暗的 廚房 好遠 下午了有一點逆光 到處都有一點逆光 這個時間下午 三四點鐘的時候 它這個 像我們做這個103要延續 稅務延續 它要滿足不少條件的 首先呢 你一定要滿足的就是這個房產 全部是在美國境內 其次呢就是說 你賣完房屋的 四十五天之內 你要找到一個備選的房源 然後在六十天之內 不 又是六十天了 在六個月之內 就完成那個過戶 還有一個重要的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你賣的這個錢 放到那個103公司之後呢 不管你是經濟啊 還是你的 還是那個稅務人呢 你任何人都不能碰這筆錢的 就直接就說 然後那個 等你找到新的房源之後 就直接把這筆錢 通過那個103要那個 做這個直辦的公司 打入到那個 那個 你也不能從這裡面 拿點錢出來 或者說是 拿點現金出來 這些都不行的 就說是 一定就說是 這筆錢 沿逢不動再到 下一筆房產裡面才可以 後院都滿漂亮的 裡面都一般 現在不管是在加州 還是那個 拉斯維加斯 他那個 因為 房源都長的 真的是都是 漲到天價了 所以說現在買房 是不合適的 就做做 做 就是做那個製換 還是可以做個製換 也是因為我們這個 租客一定要說 一定要想買我們這個房子 那我老公 因為我那個房子是個公寓嘛 就是在高風球上的一個公寓 我老公就是換一個大一點的 因為現在加州那個房價也挺貴的 也不是買房的合適時候 就換一個 就說是可以把它的鋼琴什麼 可以搬過來展示放一下吧 最近我也沒有怎麼動手 最近也不是買房的時機 我只是在1月底的時候 買了有一個 買了一個便宜的50萬吧 在拉斯維斯買了一個 也不是很好的去 買了一個便宜的那個 經濟實用房 是打算做膽豬的 要到8月底 9月份才交房 到時候交房的時候 給大家拍下那個房子 做一下更新 然後再看一下 IMBB的生意怎麼樣 因為 有朋友在拉斯維斯做IMBB還不錯的 因為現在 拉斯維斯生意挺好的 就是租金也挺不錯的 在加州現在是 如果是投資的話 我覺得這性價比是很不合遜的 拉斯維斯算一算還是 膽豬的話 做膽豬的話 基本上都有10個點以上的收益嘛 做長豬的話 也有五六個點都比加州好 加州現在是有兩三個點的收益 接著現在是兩三個點的收益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最後這套房子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這套房子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這套房子 外面挺漂亮的 但是這個門有點難看 不過這個門可以換的了 這套房裡面照片還蠻漂亮的 院子看起來好像很小 我看院子好像很小 还没开灯说有点按 其实1031置换挺好的 就是说对于延迟交税很好的 但是就有一个不好的 它就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就一定要在180天之内 完成过户交易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跟我们的住客商业好了 就说是除非我们找到满意的房子 才会给它完成过户 所以现在房子是放在ASCO里面的 但是并没有开始交易的程序 并没有开始过户 这有个小小的吧台 今天看到这个院子 前面看两个后院都挺漂亮 这个后院就是比较小了 它也没有游泳池了 别的地方看起来还不错 它里面重新装修过的 所以看起来蛮现代的 好 很高兴 好